近日 据图家民宿最新发布的《2021春节民宿出游》数据报告显示 就地过年的倡议使今年春节旅游出行人次同比下降 但人们的消费习惯也出现了新改变 报告显示 2021年春节期间 全国民宿的提前预定量整体恢复至去年同期60% 春节周边游深度游市场火爆 超过70%的用户倾向于本地出行 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周边热门民宿的搜索量超过了400% 部分城市近郊民宿客单价上涨35%以上 其中 北京 上海 成都 广州等城市周边出行的人次最多 中短图自驾游包个民宿小院过大年成为牛年过节的新潮流 从预定周期来看 1月30日起 春节民宿的预定量开始突增 到2月4日达到一轮预定高峰 分析指出 如今大众出行不再局限于春节期间 超过13%的用户通过拼价等方式 将出行日期提前或延后 从而错开高峰出行交叉感染的风险 报告显示 2021年春节最受欢迎的十大旅游城市中 过半数为南方城市 以三亚 广州为代表的南方休闲旅游目的地 民宿价格野水涨船高 除了南下碧寒 冰雪游 温泉寮玉也成为春节搜索热度颇高的旅游主题 带观景露台 能洗衣做饭 能携带猛宠入住的民宿 成为人们预定搜索的关键词 好了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